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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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主要还是要看一下深圳的特区经验 少走一些弯路 看一看深圳 怎么样从一个劳动密集型 转型成为一个中国的创新中心 甚至是世界的创新中心 希望真正的经济特区成立之后 我们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中国 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企业 进入把智能化的产业 带到东南亚来 我们现在有一句说法 数据是好像石油一样 它本身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如果没有数据中心提供 所谓的技术支持 或者基础设施支持 不管是往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 或者是远程5G应用 都不可能得到实现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信心的行业 在过去两年的时候 谈到数据中心没有人会提起马来西亚 下一步来讲的话 我们也会把我们整个在柔佛以及在马来西亚的 所有的相关的园区 打造成一个面向于未来发展的 这个智能应用的一个树柳一个中心 包括引入相关的智能的生态 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去落地到我们这些园区 还跟政府一起去实现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数字转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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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